去年台北國際玩具展因為凌晨排隊實在太累了 今年決定讓自己放鬆一下 中午過後才抽空過來 這次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豆腐紋的商品都是採用大會寄售的方式 這裡就是櫃位裡面所有的商品 哈囉大家好 我還要來分享一下我今年在那個TTF那個採購的那個收貨 好今天真是來衝衝去衝衝進去 那個逛了一下豆腐攤買的東西就馬上走了 好那首先呢我先來那個分享第一樣就是這個 登登這個之前我在香港已經看到沒有人在賣了 好那這個就是那個豆腐人25週年的那個特別版就是最原始的角色 媽媽跟豆腐小孩嘛 好那我就直接來打開囉 好裡面就是有這一張25週年的卡片 另外就是這兩個可愛的小豆腐這個就是一樣是就是這個這個模 然後自己就是塗色上去的這個size的小模 超可愛的啦 這個最原始的角色又是25週年怎麼能不收藏呢 好那這一組呢在上面賣是那個在玩具展的價格是台幣1700元 好然後呢這個大家有沒有印象就是我們當初齁 剛開始接觸那個豆腐人的時候就有這個轉蛋版 這個轉蛋版你看size應該差不多 我們來比對一下 這是媽媽只是媽媽從酷酷臉變成笑臉了啦 size應該差不多啊跟磁鐵版的比起來 好然後呢小孩的部分 就是小孩是一樣維持著笑臉 然後他還有那個粉紅腮紅 是我最喜歡的地方 好這個就是這次的這個25週年版的這兩隻 超可愛的這一定要收起來當珍藏的 好另外呢第二個分享的是 登登 這個是my first tofu 好這就是那個這個是4吋版的4吋版 我現在目前收集了有這幾隻 然後這個是巧克力豆腐 好然後呢其實這一次今年的TDF 他有出了另外一款是那個黑色跟銀色的 在這邊登登 好這是最新的然後我本來也想買那一隻啊 不過就是預算有限那一隻的售價 比較高點是台幣2600元 所以我就選了這一隻那個巧克力豆腐 我也很喜歡啊 因為登登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之前那個香港sys有出過這一個 巧克力豆腐版的這隻小隻的 好那他們兩個基本上是差不多圖案的設計 那我把它打開看看 它裡面實際長怎樣囉 登登哇超可愛的 這個圖就是有浮掉 然後嘴巴裡面還有凹陷進去 然後它背後前面是一個有一個豆腐的T 然後後面呢 那個巧克力的原色也是有深淺不同啊 這樣有不同的變化 這邊有它的那個 這是這個sys的那個logo 好然後這就是大隻跟小隻的啊 是不是超可愛的 可以湊成一堆 我記得好像還有更小粒的 像剛剛這個媽媽小孩這個size 好像有一粒是巧克力的 不過我就沒有入手了 好然後這一個巧克力豆腐 他是台幣1500元 好那這次就是我 我這次的收穫就是他們三個囉 好喜歡豆腐人的朋友 趕快去豆腐攤位 沖吧 他的那個攤位是C2-07 好大家下次見囉 拜拜